大家好 我是Jasmine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头金发 高挑又美丽的芭比娃娃当作闺蜜与玩伴 既可以帮芭比换衣服又能够帮她取不同的名字并赋予她不同的身份 但不知道大家是否也都曾经幻想过有一天能够亲耳听到芭比说话 而随着科技的卓越发展 这样子的想法再也不是梦想了 来自旧金山的Toy Talk和Metal联手研发出了能够对话的芭比娃娃Hello Barbie 而这款能够与他人对话的芭比娃娃当中安装了Toy Talk的语言感知技术 因为他能够听懂小朋友的话语 同时也会学会这些话语 而如果有小孩提到他喜欢跳舞 那么芭比娃娃可以在以后说出的话当中可能就会提到这件事情 而Hello Barbie还能够与小朋友玩互动游戏及说笑话给小朋友听 像麦克风 喇叭 三色的LED灯将砍在芭比娃娃的脖子处 而可充电的电池呢则在她的脚上 而且Hello Barbie是需要连接WiFi才可以与他人对话 在充饱电池的状态底下可以连续使用一个小时 目前上市的时间未定 但售价大约是75美元 现在玩具市场也越来越智慧化 去年11月VividToy推出了语音辨识与Google翻译的玩偶 但在1月安全研究厂商也发现了其中的软体弱点 说明骇客可能会攻击此弱点 让玩偶说出孩童不宜的话 下一则新闻的大家看到的就是H&M推出了Kochella音乐节官方系列 完美展现出时尚薄熙米娅风格 不论你是否参与这个音乐节 这些服饰总让你能够在世界各地 都能够感受到Kochella的那份音乐热情 而今年其实已经是H&M第六次赞助Kochella音乐节 通过推出首个官方合作系列 H&M将两者之间的合作高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部分 而两者合作不仅包括了这个系列 还将提供一部分Kochella的官方商品 而此系列将包含了男装 女装 及多种多样的配饰 女装则是以几何图形上装 流苏 蕾丝 连衫裤 打造出充满女人味的波西米娅造型 柔和的风格设计外套也是音乐节的必备商品之一 而外套设有短身跟长身两种款式 长身还可以当作裙子穿着 而从3月19日起H&M Love Coachella的音乐节 官方合作系列将在3月26日起 在全球门店公开发售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大家收看